好 五报大头条来关心 现在寒流发威 很多高山地区就下雪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武岭 在武岭这边变身银白色的世界 有不少热血的民众是冲上山来追雪 直呼超幸运 还有游客嗨到不行 干脆在路边堆雪人 玩得不亦乐乎 而警方也提醒 这个山区的路面湿滑 武岭到松雪楼这个路段 车辆需要来加挂雪链 另外台14甲县的31公里处 单向管制也呼吁追雪的民众 要特别当心 何怀山 武岭亭这边 还是持续的有在降雪 那可以看到呢 也是有不少民众呢 就在路边堆起了雪人 我们从高雄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蛮幸运的 何怀山下雪了 路边激着满满白雪 民众穿着短裤热血堆起雪人 小朋友也在雪堆里玩得不亦乐乎 武岭亭打卡地标旁也堆满白雪 有寿星上山等到雪 成了最特别生日礼物 寿星 对 特别的生日礼物 对真的很特别 何怀山成了雪国 民众自备假雪器 制作小熊雪人模型 还有一家八口直冲何怀山 车厢内装着满满棉被 遇寒被战 棉被戴好几点都是厚的 而来自桃园中立的追雪常客 更开着专业配备车上山 车厢内沙发卧室 村主区一应俱全 追雪车辆也塞爆武岭停车场 警方表示启动路段管制 同时提醒民众山区路段湿滑 必须加挂雪链上山 另外台十四甲县二十四开处 冤风也下雪了 还有松雪楼屋顶路面 也覆盖满满白雪 很漂亮 雪山地区也下起雪来 民众直呼好美 更让山区成了一片银白世界 这一位少羽王宇斐科技高 SNG小组南投报道